收到许多网友喜爱的《装修小秘密》已经20集咯 我们整理出网友最爱分享的前三名影片 中皇改造前看相当有帮助 而且也为了回馈大家对于《装修小秘密》系列影片的支持 片尾还有抽奖活动 记得看到最后才不会错过哦 看影片前请记得打开下方CC字幕 订阅我们加开启小铃铛哦 第三名是许多人喜爱的《开放式厨房》 影片集合了一字形、摸字形、中导厨房等特点介绍 还有开放式厨房的通风和清洁问题 里面都有实用的破解方法 另外影片也有介绍好用的厨房收纳 想要梦幻厨房的人千万别错过 第二名是隐藏收纳 东西收起来家里自然就干净漂亮 影片涉及众多意想不到的隐藏设计 无论是鞋子、心理箱、化妆镜、更衣室 统统都能变不见哦 最厉害的是餐桌和电器柜都能隐形 不分享实在太对不起朋友了 恭喜卧榻设计获得第一名 卧榻的询问度一直很高 许多人下班后都想在卧榻好好放松 而且卧榻还能设置在各个空间 不仅可以当作客厅的座位、书房的单人床 在卧室也可以当作化解梁柱的方法 容灯冠军真的实至名归 看完装修小秘密必关注的前三名影片 别忘了参加LinePoints点数大放送活动 活动方法很简单 即日起至6月4日在影片下方留言 你最爱的装修小秘密主题 例如我最爱阳台设计 并订阅设计家频道加开启小铃铛 就有机会把LinePoints 25点带回家 我们总共会抽出20组 详细的活动办法可以参考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快来参加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们加开启小铃铛 下次见拜拜